新疆维吾尔自治区,简称新疆,位于中国西北边陲,首辅乌鲁木齐,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,也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,面积166万平方公里,占中国国土总面积六分之一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3.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,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,新疆现有14个地,州、市、90个县市,其中34个为边境县市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新疆地处亚欧大陆附地,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,周边于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塔吉克斯坦、巴基斯坦、蒙古。 印度、阿富汗斯坦、巴国接壤,在历史上是古斯绸之路的重要通道,现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新疆现有47个民族成分,主要居住有维吾尔、汉、哈萨克、回、蒙古、科尔克斯、西伯、塔吉克、乌兹别克、满、达瓦尔、塔塔尔、俄罗斯等民族,是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新疆自汉朝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。 公元前六十年,西汉中央政权,设立西域都护府,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。 1884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,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,1955年10月1日成立新疆自治区,新疆现有14个地、州、市、89个县市,其中33个为边境县市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新疆古称西域,西域一词特指新疆地域范围,从古代一直延续至清朝中期乾隆帝统治时期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清军入关以前,他所统辖的疆域,仅限于中国东北地区,入关后,他迅速统一了中国大部。 但在各别地区,他的统治也是经过了多年反复之后才最终确立的,清朝前期的几代皇帝,都是统一全中国为己任。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清政府在中国的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和巩固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到了乾隆皇帝公元1736年到1796年时,清政府的政令,终于可以实行于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,乾隆皇帝将最后由自己所确立的清政府统治的地区称为新疆。 清政府平定准嘎尔布的叛乱之后,将古称西域的天山南北地区,也称为新疆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新疆这个名称,还有另外一层意思,继公元1878年左宗棠自阿古柏手中收复了新疆之后,1882年沙俄侵略者,也被迫归还了伊犁地区。 于是,左宗棠立主在天山南北建省,他在给清朝皇帝的奏折中称,新疆是他族B处,故土新规。 图片来自东方IC,于是以新疆为省明,就有了一层新的意义,即新疆自古是中国固有的领土,但因为是新从阿古柏和沙俄手中收复的师弟,故以新疆定为省明,有故土新规之意。 1884年新疆建省,正式定名新疆省,从口头传统上已经成为特指西域地区名词。 新疆一词,正式成为特指中国西域地区的专用名词,沿用至今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三近代新疆各地考古资料表明,最晚在六七千年以前,新疆地区已有人类活动。 在大约距今二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,天山南北各地,诸如哈密的三道岭,七角井,图鲁番盆地的阿斯塔,那,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,以及木磊,齐台,伊犁,库车,巴楚,且墨,于田,皮山等地,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。 其实器形制,打刻技术,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,花纹与中国甘肃、内蒙、宁夏等地相近。图片来自东方IC。 三新疆出土距今三千年前的彩陶三角形文、窝纹、咸文的绘制,和诸如陶豆一类器形,说明甘肃和内地彩陶艺术,已影响到新疆陶文化艺术的发展。 图片来自东方IC。三新疆有着辽阔的地域,是一个气候,复杂多样的地貌和土壤,因而不仅风光移民,而且特产资源十分丰裕,在群山峻岭、绿洲戈壁之间,有着舒不尽的粮仓、肉库、油盆、梅海。 周恩来总理生前曾在遇新疆为祖国的一块宝地。新疆经济作物种植历史悠久,其中葡萄干、枸杞子等已是幽,而文明中外,图片来自东方IC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